阿修哥哥,你是不是想起什么来了? 刘玉生的心悄悄提起, 你叫我阿修哥哥,该是我操心你才是。 刘玉生撇嘴,他操心他还少嘛,同时心里也松了一口气, 如果想起往事只能让他痛苦,他宁愿他永远不想起来。 好了。 擦完药,收拾好药瓶放在床头的小木柜里, 刘玉生作乱在少年鼻子上狠狠一捏。 晚安,阿修哥哥。 女娃使坏得逞,飞快地闪身出门,只留下张扬的笑声。 烛火跳跃下,少年眼底酸涩越来越浓郁, 最后眼帘合起,遮盖了所有情绪。 子叶万籁俱寂。 柳家小院落下一道黑影,最后停在西厢房门前。 门外的人不动,门里也安静无声。 良久,少年缓步走了出来,身上的衣裳没有一丝褶子,也未见凌乱。 他一直不曾入睡。 背纸前来护送十六皇子回宫。 你为什么还活着? 黑影机不可见的一颤,十六皇子他什么都知道。 卑职失责,待皇子回宫后,卑职定当令罚。 你自裁便是,难道我还不认得回宫的路了? 十六皇子,卑职自知罪不可恕,绝不求情。 但是,请皇子给卑职一个机会,让卑职护送您回宫。 如今皇上病体每况愈下,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 皇子一旦踏上贵京路途,必定危机四伏。 多卑职一人,总能多一份保险。 卑职,卑职在? 把他脑袋搁下来,半个时辰之后启程。 别脏了柳家的地儿。 是,卑职低头,看向贵得笔直的男子,眼神复杂。 同在尹卫营,这个男人带领他们出过无数次任务,无往不利,从不失手。 唯一的一次,害死了皇上最爱的女子,让十六皇子陷入绝境。 十六皇子,皇上病情已经很危急,我等悄然离京的事情,想来已经被人发现,很快就会有人追来。 趁那些人到达前,皇子最好尽早离开,以免涉及无辜。